成龙啊 我见你在补房 只安排了两个牙医看守 那万一出事能守得住吗 那你派重兵去把守 谁还敢来 这是于大人用的移兵之计 别动 站住 站住 果然是你们两个小贼 好大的胆子 押下去 是 下 走 走 走 禀告大人 我认识他俩 他们俩都是福州大捞的狱卒 一个叫张三东 一个叫李四小 张三东 李四小 李四小 你们两个作为大牢的狱卒 为何私自前来涅死衙门 截杀在押案犯林俄仔 回大人话 为何截杀林俄仔 是谁指派你们的 说 我 李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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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敢继续抗命不交代 本官即刻把你拉出去斩首 于大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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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饶命 我饶 我什么都饶 于大人 我们俩杀林俄仔 是出于私仇 并无其他的原因 什么私仇 一派胡言 张三东 本官再问你 你们两个截杀林俄仔 到底为何 于大人 我刚才已经交代了 我们俩和林俄仔是私仇 并无其他的个因缘 李四小 在 把李四小给我拉出去大行伺候 是 把李四小押下去 大行伺候 是 是 于大人 大人我扯 大人 大人 大人我交代 我扯 李四小 你千万不要说 只要你不说 于大人就定不了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会死 听我的 李四小 李四小 把张三东给我拉下去 重心伺候 是 把张三东拉下去 重心伺候 是 走 走 什么 张三东和李四小没有回来 是的 他们没有回来 行了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是 是 李四小 开班了 叫你吃饭 你躲什么躲 又不是杀你 快 吃饭 张三东 李四小 还不快快从事招来 免得再受贫药之口 大人 大人 大人我招 大人我招 李四小 你不能招 你要招了 咱俩都听完了 千万不能招 你大人 大人我招 我全招了 李四小 你不能招 你不能招 招了 你我都得死 你知道吗 不能招啊 夏天 在 把张三东给我押下去 是 把张三东押下去 是 李四小 你要扛住 你要扛不住 就完了 你不能招 你千万不能招 你千万不能招 我扛住 大人 大人 大人我招 我全招大人 好啊 招来 招来 牛阿根 是我和张三东下毒 给毒死的 你和张三东 为何要下毒 杀害牛阿根 为了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 谁给你们俩二十两 是 是葛昌天 点狱长葛昌天 他答应我们 给我们二十两银子 然后就毒死牛阿根 这个点狱长葛昌天 为何让你们俩 杀了他 为何杀了他 对 一个点狱长 为什么要杀害他所管辖的犯人呢 李四小 你若是无限他人 推卸罪责 罪加一等 你明白吗 我明白大人 我明白我都明白 我是个御租 我什么都明白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葛昌天 为什么要杀了牛阿根 我真不知道大人 李四小别怕啊别怕 你看上去呢 他就不太像个坏人 你要把你的事情说清楚 把张三东的事情说清楚 特别是点狱长葛昌天的 要主动揭发 这样官府便将功赎罪 余大人会减弃你的罪行 我的话要听明白了吧 大人我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来来来来 可是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何杀了牛阿根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 李四小 既然你不知道 葛昌天为何杀害牛阿根 那我问你 你和张三东为何要揭杀林乐仔 余大人这个我交代 这个我交代 我们去给牛阿根下毒的时候 郑巧林乐仔也在 我们以为他睡着了 张三东对我说 不行 就让我们在这儿下手 后来 余大人您把林乐仔给丫姐走了 我们就怀疑 当时林乐仔是在装睡 我们怕他供出我们来 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林乐仔给杀了 还有什么继续找的 你 余大人 各位大人 我都交代了 我把我知道的我都交代了 我是个御族 我懂律法 我知道不如是交代的后果是什么 可是大人 我是真不知道了 请余大人您明察 李四廷 在 押林乐仔来对证 是 把任犯林乐仔押上来 小� Martha 你面使得怎么样了 有结果没有啊 这谁知道啊 进不去也听不清 只等大人张老宝才知道了 李四小 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认识 他就是林乐崽 林乐崽 你认识他吗 认识 好 那本官就继续问 在牛阿根被害的前一天 狱卒张三东在你的牢房里 对狱卒李四小说过的话 你还记得吗 我 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李四小 你当着林乐崽的面 再重复一次 当时 张三东对我说 你要不要当着林乐崽的面 把牛阿根给堵死 林乐崽 你记起来了吗 我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听见 林乐崽 你敢替罪犯包庇罪行 知而不严 本官将判你同等之罪 还不如实招来 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就是杀了我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什么都没听见 于大人 你看哪 退堂 把人犯带下去 是 大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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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泽婷 在 你即刻前往福州大牢 将典狱长葛昌天 拘捕归案 你们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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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葛昌天跟我拿下 你们干什么 你 你不敢干吗 你 你 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自己心知肚明 你无端拘捕本典一战 你可负得起这个责任 葛昌天 张三东和李四孝全都供人 你还想抵赖吗 他们供什么了 你拿出证据啊 没有证据 你就是在诬告本典一战 你 你要受诬告之罪 等到了安查市衙门 你自己会看到证据的 带走 你 你无端拘捕本典一战 我要上犯财弹了 上福南大人 上治财大人 上客气 我来告你们 一二总 我要你们吃了东西走 我来告你们 成龙啊 林乐仔始终不肯交代 张三东也不肯交代 这李四孝是一面之词 如今葛长天被你拘押 打入地牢 下面该怎么办 李四孝虽是一面之词 但我相信 杀害牛阿根的那个真凶 一定就是葛长天 你相信管什么用啊 没有旁证 李四孝交代的 他永远都是一面之词 你说得完全正确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拿到旁证 这林乐仔张三东都不肯交代 那你的旁证从哪儿来啊 当然从林乐仔的嘴里来 林乐仔的嘴啊 你撬不开 撬得开 你如何撬开林乐仔的嘴 你们俩不是说 林乐仔最怕死了 就因为怕死 他什么都不肯说 什么都不敢说 那咱就让他死一回 好一个死一回 咱们遇过多少次了 且恰恰忘了这个要害 怕死之人让他死一回 这个案子不就破了吗 好主意 什么叫死一回 这案子就破了 余大人已经找到 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了 这个突破口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字 死 赵先生 您真撑了啊 我于成龙肚子里的虫啊 我是你的慕斌 是你的师爷 我 他才是虫 聂成龙说你是虫 老燕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可您都不舍得这么吃一顿 是啊 这又是婚又是素的 老燕 你今天咋这么大方的 老燕 老燕也想大方 那问题是得有银子啊 今天老燕 不就大方一次吗 你们看看 做了这么多的菜 不就是想给大伙大打牙绩吗 是不是老燕 娘 我想先尝尝一小口 可不可以啊 姑父还没吃呢 你先尝 像话吗 娘 现在外面的人都叫我鱼心菜 说我连肉都没吃过 没听见娘说话 去那边坐着等着 很小气 我们家晓晓可不是余青山 你啊 就是有点小气 姑姑给你吃好不好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好吃啊 好好好 好香啊 来来来来 小小小小 今天这个饭菜啊 不是咱们自家吃的 不是我们家吃的啊 等过几天姑父发了凤银以后 咱们全家人再好好吃一顿 姑姑从家都没有让我吃过肉 天天都是新菜 哎呦 让我们家晓晓委屈了啊 现在啊 进海了没有鱼虾 等发了凤银以后 姑父给你买肉菜 让你吃个饱 姑父不许骗人 姑父怎么会骗晓晓呢 来来来 雅琳诺在上堂 都行 好 余道人品尝可值不上 你好好享用吧 林老子 有好酒好菜 你好好吃一顿 吃饱了好上路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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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我不想喝 这菜我不想吃啊 难道你想当饿死鬼不成吗 余大人 余大人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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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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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输 那就速速从事招来 张三东和李四小 那天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张三东和李四小 都输了些什么 张三东和李四小 他们说 要不要当着我的面 给你往根下毒 那时候我在装睡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都听见了 你说的话可句句是实话 绝无半句假话 林老子 你还有什么话要向本官讲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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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话要说 余大人 在关我的牢房扑草下面 我藏了一封 牛阿根 林死前交给我的供词 什么 牛阿根的供词 是 牛阿根的供词 牛阿根的供词里面说 是葛长天 指使他诬陷了黄塘村 二十三户人家 普天线很多通海犯 也都是葛长天指使他干的 牛阿根的供词里面还说 那些被他诬陷人的财产 大多数都被 葛长天一个人独吞了 后来 葛长天为了杀人灭口 就诬陷牛阿根通海 把他给送进了大狱 真是无法无阵 花牙 林老仔 你看清楚了 好 葛长天 在 带着林老仔 赶往福州大楼 速速搜查所藏证据 是 把人带走 是 起来 起来 谢谢大人 走 谢谢于大人 谢谢各位大人 快走 谢谢各位大人 赵先生 娘 把那菜 断回家去 哎 哎 你们看看 这就是一个老头 一个小小的老头 就制造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 一个蒲天县 就冤枉了三百多人哪 那是三百多条鲜活的生命啊 小子 你 我 你 谢谢观看